川津会的背后中国帮北韩下旨到旗 在与北韩接壤的中国辽宁省丹东市 到处都可看到在即将举行的川津会中 中国掌握的杠杆作用 其中之一就是跨境贸易 尽管民众希望能尽快恢复正常的贸易 但边境走私活动已经出现 此外一座新建可远跳压绿江的15层高商铸大楼 所有单位已经售出 买家包括带住一捆捆人民币现金而来的北韩人 纽约时报报道 川普政府坚持继续对北韩施以最大的压力 直至金正恩大量销毁核武 但中国有不少牌可打 可以决定怎样执行国际的制裁措施 对于即将举行的川津会 中国扮演关键角色 甚至可能左右会谈结果 金正恩在两个月内二度到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巧合的是 两次都是在美国国务卿旁陪欧到访北韩前 纽时报道说 这样的讯息极为清楚 就是希望中国支持他的分阶段无核化 川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已敦促尽快实现北韩无核化 时间表甚至定出六个月至一年 但金正恩与习近平会晤后 已得到背书 习近平支持分阶段和同步措施 最终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 指明美国本身也需同时采取行动 南韩总统文在银也接纳同步行动 已实现无核化 立场较轻向中国与北韩 澳洲国立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教授怀特说 美国明显面临的风险是必须向金正恩做出大幅度让步 否则便没有任何接近完全无核化的回报 有分析认为 川普虽或不可能在无核化方面取得所希望的突破 但仍可尝试以谈判递约来代替 建议与北韩建立外交关系 正式接触韩战 不过若是这样 中国会对接近三万美军驻防南韩 以及美年联合军演的必要性产生质疑 另外 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缓和 中国及南韩也有理由反对继续对北韩实施制裁 正式接触韩战 正式接触韩战 正式接触韩战